玩具TV第32季第12集 我开心在拆 这个应该是年初就要介绍 出了这么久 因为我已经迟了 迟了的原因是我想应景 跟大家拜年 现在已经是中秋了 这些好东西迟到就好过没到 真是修年 我们今次介绍的是SHF的珍骨铁 是不是珍骨铁 有没有写的 好像没有 不是珍骨铁是正常的 普通SHF是一个铜龙 铜龙特别版 如果大家有留意 为什么会炒冷饭炒铜龙呢 其实之前SHF已经出过 但是因为上年 天干地支的生肖就是铜龙 今年就是铜龙 所以Bandau为了应景 或者简单地说 为了夹水 他就将这个 这么正的 卡币拉扎铜龙的形态 再出一次 再出一次 当然了 给你什么呢 先看这个盒子 盒子是漂亮的 漂亮的 看到本身 看了一个金银级 logo 套龙的两个字 后面也有拉扎铁 拉扎铁 而且我觉得今次这个盒子 这些格子 整个感觉都配出来 挺高级的 感觉是 相当不错的盒子 看看主菜了 为什么还在不停撕铁 这次当然了 除了颜色之外 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变 包括这个配件 当然了 大家有追开这个 Commandrider 都知道 他的能力值 是与天才方是类近的 已经是接近最强形态 更有 甚至当他是最强形态 也无所谓 因为 战套的确是用了万象龙 我没有记错是被 Evolve吸收了 然后他 用Trial的形态 再加上 Level 7的身体能力 令到他由Trial形态 变了Best Match 有了这个套龙形态 接近最强 厉害 好了 真是什么QA都没有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认为是今次才有 没错 其实有很多 挺有趣的台座和造型 今次就会多了少少东西 多了这两个 类似煙霧 还是有什么东西 变身时 你会看到两件东西 盖上东西 把东西擠出来 对 把东西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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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重点 这个地台有型 这个地台 要买其实根本就是买台座 这个地台真是几年 2023 对 对 福美国街 好 太好了 从2023号年 到2024的龙年 这是基本上 这次最大的买碟 买地台 买地台 对 买特侯 送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近五年推出的SHF 我觉得质素的确不会比真骨差多少 又要麻烦导演 只剩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很漂亮的形态 以前讲真骨的体态是像真人 以前的SHF很瘦或奇怪 现在的身形比例 站出来英俊 不过可能略嫌瘦一点 如果你穿皮套就差不多 很健康 真骨丢 他也要就空间 让他出真骨丢的时候 可以有些改良 我们现在给观众看看细节 今次这一只金色和香檳金还是鲜金 其实是三种金色撞在一起 当然大家之前已经有这个吐龙形态 可以比较它之前是银色和金色的碰撞 今次银色会看到有些链金 再配上新的香檳金色 看上去的确当然之前有吐龙形态 你又不是太确定的 我觉得你真的不需要买那一只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 除了这个庆何新稀之外 他这一只卡通是漂亮的 真的比之前那一只更漂亮 我先问这一只是不是Toyce BB 神经病 那么漂亮 QC也好 其实这一只金色三四种金色的碰撞 其实三种已经很够了 但是很危险 这些QC真的 就是那个赏色 你对 所以我再重新多次 这一只QC是符合到DMS的要求 不会在Toyce BB见的 多谢大家 好 好了 比一德哥想两个姿势 我们就快快 我反而觉得 出过的 我就想看一看大家的重点 就是看一条腰带 玩拉打腰带其实是最重要的 哦 其实一向都很想转 你看到本身 龙和兔子 两个的屏装 它的上色都非常精细 当然可到我不多搞了 不断拉打斤就算了 给大家看看 刚才说 没有什么配件 跟普通版的配件一样 有2,4,5,6,7 多多7只手型 咦 它的右手多很多手型 右手多很多 左手好像是右优 电视剧的时候 它右手多些东西 有些姿势 招牌 左边五只 右边两只 哦 始めようか 正面 Toyce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志田ねね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 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アリーナにて 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ーす whereas 大人の中央は もちろん 最初の第3話 だろう それより